亮磊赢了 王力宏发道歉声明 暂时退出工作 住房会过户女方名下 在清朗行动展开后 不少明星一人相继翻车 自清朗行动后 不少得知真相的人 选择站出来揭露明星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让我们看到明星 也不是我们看上去那样完美 李亮磊作为王力宏的妻子 自然是掌握着第一手的八卦资料 在和王力宏离婚后 李亮磊曝光了王力宏的结婚内的一些丑闻 在李亮磊刚放锤时 王力宏请老父亲出山 还是没能压住舆论的发酵 反而还让家族蒙上加封不正的名声 被扯出和BY2孙宇有婚内出轨不正当关系时 王力宏静观其变 孙宇出面辟谣 但明显战斗力不如李亮磊 李亮磊一顿求垂得垂 直接把孙宇给垂食了 可见李亮磊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孙宇失败后 王力宏亲自上场 称和李亮磊两人一起去看心理医生 是李亮磊一直都在威胁自己 自己生活的十分压抑 李亮磊还不让自己去看望孩子们 但这段话跟王力宏的生活状态截然相反 若是真的感情不合 又哪来的三个孩子 而且李亮磊也是马上回复 晒出王力宏当年和自己去看心理医生的病例单 心理医生说的是 王力宏患有自大和情绪操控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UA 可见到底是谁说谎 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过去李亮磊的印象 一直都是王力宏身边的小绵羊 只要王力宏需要 李亮磊就会出现在身边 在分居后的生活中 李亮磊似乎才真正找回自己 从王力宏和孙宇求锤得锤来看 李亮磊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直在搜集王力宏不利的材料 恐怕李亮磊的手中 还有更多的大锤 还有更大的底牌 只是没有亮出来罢了 再看到李亮磊回应如此快 王力宏也明白了 李亮磊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小绵羊 若是真的逗下去 事情继续发酵 会引得相关部门追查 到时候就不是王力宏想退能退得了的了 为了能及时止损 王力宏发文道歉 称是自己处事不当 并不再做任何的解释和辩解 还准备暂时退出工作 李亮磊和孩子们所住的住房 也会滑在李亮磊的名下 孩子的抚养费 也会全程参与并承担 王力宏的道歉 已经宣布王力宏输了 李亮磊赢了 王力宏苦心经营了 这么多年的事业 和钱相比自然还是会选择事业 只希望李亮磊能及时收手 将来还有能翻身付出的机会 只是不知道对于李亮磊来说 会选择见好就收 还是选择继续曝光 其实从目前的节奏来看 李亮磊的目的 并不是想让王力宏彻底翻不了身 只是想为自己和孩子 争取利益而已 对此 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